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黏黏胶的一个小的实验 当然了前提是我们的黏黏胶 完全是不可以进嘴巴搭 不可以食用哦 那里面虽然是用的 都是一些可食用的一些材料 比如说可食用性色素啊 碳酸啊 但是它还是加了一些 我们这个什么隐形眼睛液啊 小珍珠痘痘啊之类的 但这些都是不可以吃的哟 小朋友一定要注意了 那这些只是拿来 放在手上玩的一些玩具 然后是里面还会放上 我们的一个洗澡的 这个泡泡慕斯 和我们的沐浴乳等等 我们都是把它摆在了 我们的镜头面前 等会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呢 是去准备我们这个 超级丰富的史莱姆实验 首先我们是要把我们的乳胶 放到我们的搅拌杯当中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一些 糖果豆豆 整包的糖果豆豆呢 我都是会给它放下去 现在呢我们是要给它加一些 我们的洗发水 我们的shampoo 然后这个颜色也是非常嫩嫩的 粉嫩色 加上我们的 Bilu的这个沐浴慕斯 它挤出来的时候呢 就是非常绵密的泡泡 最后再加上一些它的装饰 是我们的银色的一个亮片 加上它那个蓝色的珍珠豆豆 再加上我们这个Bilu的一个沐浴慕斯 然后呢 这里最后再加上一些 我们蓝色的食用色素 以及最后再加上一些 我们小的上面装饰用的糖果豆豆 还有我们的碳酸 也要往上面放一些 最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个隐形眼镜清洗液 里面呢 是有一个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搅拌的内容 我们现在呢 是可以去给它制形一个搅拌啦 我觉得现在呢 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我们现在开始用我们的搅拌棒 给它进行一个完全上下的一个搅拌 那我们这个小时线呢 已经是做的差不多啦 最后的搅拌的成果呢 也就是在这里咯 用到了我们的金属的搅拌棒 可以让我们里面的这些物质非常充分的 并且呢 是非常非常这个细密的 可以给它搅拌起来 要比到我们自己呢 用手给它去进行一个混合 要非常非常的好用多了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我们桌子上 像用真正的史莱姆一样 去给它进行这样的一个折来折去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玩 尤其是我们是在里面呢 是放上非常的珍珠豆了的话 可以看到它非常的软嫩和Q弹 基本上呢 已经是做好啦 我们这个办法呢 是做的是不是非常的快速 那当然啦 如果是要做到我们这个史莱姆的 基本的要素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要用到我们的乳胶 还有用到我们的这个沐浴乳 或者是我们的洗发乳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隐形眼镜液 就能够让它有一些些的凝固 最后的话呢 是要进行一个揉捏 让它有它自己的一个成为 它的这个弹性 以及呢 如果你觉得不是够绵的话呢 还会加上其他的一些的物质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啦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 看得愉快咯 再见